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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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都是胜券在握 人生总有一番风筝的时候 真的就像诗句里描绘的顺风得意马蹄吉 做什么都要顺利 这是我们的愿望 谁都不希望自己活得太难 顺应的人生就像滔滔江水 只管奔腾入海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 即便是高高的蓝河坝 最后也要被水漫过去 遇到了悬崖可以变成飞铺 显得微微壮观 遇到了大山 总会寻找到一个低谷 然后穿越过去 或兮服所依 服兮或所福 当一个人实施顺依的时候 往往是祸事的开端 是暗藏着危机 比方说你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时候 台下有人为你鼓掌 也有人嫉妒你 还在想方设法地伤害你 让你永远无法登上舞台 当然你也许都没有遇到小人 但是你的同伴也许会超越你 把你挤出舞台 但凡种种都是不可以预测的 都是危机 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居安思危 在自己一切安好的时候 提前做好面临危机的准备 如果真的危机来了 因为准备充分 总是可以把危机的损害降到最低 那些毫无防备的人 一旦人生受挫 马上掉进了低谷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聪明的人 对万事万物都是有准备的 他们从不会临时抱佛脚 所以当困难或挑战来临时 他们总能比别人游人有余 也能也更能让人安心 一个聪明的人懂得未与筹谋 居安思危 他们会认真准备每一个环节 不放过生活工作中的细节 给自己留够时间 一个聪明的人 总能够做到事事有着落 他们从不会敷衍应付 因为你糊弄生活 生活也会糊弄你 与其等将来反攻 不如一次做好 一个聪明的人有格局 有目标 他们做事踏实 从不照三目四 他们对自己的人生 有很好的规划 从不走一步算一步 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文章 人生目的何在 他在文中说 禽兽为无目的的生活 人类为有目的的生活 这便是两部分众生 不可逾越的大界限 人生多变 懂得提前规划的人 才是真正的聪明 二 大难来临 依然可以做到心境如水 我的祖父小时候 在地主家当长工 后来地主 把临近河边的两间老房子 送给了祖父 有一年 河里发大水 这两间老房子 因为临近河边 眼看就要被水冲走了 祖父意识到 房子是保不住了 就带着妻子和孩子 往高处跑 可是房子里 还有一些银器 那是祖父当了 一辈子长工得来的 如果此刻被水冲走了 祖父就身无分文了 家庭遭遇灭顶之灾 祖母突然挣脱了祖父的手 使劲地往老房子方向跑 这时 祖父依然带着孩子 往高处走 并未随着祖母 往老房子跑 最后 祖母被大水冲走了 祖父和孩子得救了 有人问祖父 你看到孩子和人 被水冲走了 你就不难受吗 祖父说难受有什么用 日子总要过下去 总不能一大家子人 都失去了理智 也真的佩服祖父的淡定 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依旧可以保持冷静 庄子曰 这句话的意思是 水在静止时便能清晰地照见人的虚眉 水的平面 合乎水平测定的标准 高明的工匠也会取之作为水准 水平静下来尚且清澄明澈 又何况是人的精神 圣明的人 心静是多么的虚空宁静啊 可以作为天地的明静 可以作为万物的明静 心静如水 静水深流 静是繁杂过后的沉淀 是心清如帘的释然 做人心静如水 便是闲事修来的慈悲 即使命运有时苦涩 也能在简静的岁月中 煮出一味纯净的甜 简单的人 其内心清和 越容易参透禅礼 修佛一如品茶 将一杯苦茶喝到无味 这就是禅的境界 人生应该煽烦流简 任世事摇曳 心始终如帘 安静绽放 渐静安宁 心静如水 一物随行 凡事达到了极致 剩下的只有 恰似明月清泉 自在怀的静谧 心静如水 这种境界 是一种心灵的灯高 只有你的心灵 站得足够高 才能够看得足够远 这种高度不是高高在上 它是一种心灵的高度 是以一颗平常心 来看天地万象 是一种能够看得更远 并不陡峭的高度 人正聪明的人 任何时候心静如水 不管发生了什么 沉着冷静对待 知道自己此刻 应该做什么 应该放弃什么 洪澜之中 只使用自己越来越乱 总是往错误的方向走 三 人生处于低谷时 坚持做到后继薄发 生命中不乏有这样一些人 在某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 就会高调宣扬 生怕周围的人不知道 并想以此来证明 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很多时候 结果往往是 事与愿违 过分的张扬 就会轻受 过多的风吹雨打 俗话说 暴露在外面的船子 先腐烂 一个人如果过分张扬 难免会遭到 冥乡案件的攻击 低调做人 才是一种进可攻 退可守 看似平常 实则高明的处事之道 一个人身处低谷 往往会急于翻身 容易出现病急乱投医的现象 把自己最后的一股进食出来 还是徒劳无功 聪明的人懂得慢慢来 寻找人生的突破口 从来不及 我的同学阅兵 初中毕业后 去了东莞打工 后来自己开了一家玩具厂 赚了很多钱 创先之后 阅兵有点飘飘然了 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 张口闭口 都是自己买了一辆什么车 又在哪里开了新工厂 让同学很是反感 前年 大家都开始研究新玩具 产品经理也提阅兵设计新玩具 可运兵认为没有必要 可一年后 就是因为玩具设计落后 玩具厂的生意一落千丈 此时的阅兵不想着提升工艺 而是想用非法手段 窃取对手的设计 结果遭到对方的举报 最后玩具厂被迫停业整顿 他的玩具厂因此亏损了一大笔钱 不得不关门 究习原因是他自身太过张扬 还有就是他的技术不行 很多工艺都淘汰了 而他却没有改进 关掉了玩具厂之后 玉璧一下子明白过来 他没有急于寻找门路 而是去了一所职业大学读书 他说总要有一技之长 才能胜过别人 这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 如果你总是想着发财 却没有能力 发财只是一个梦 不管多么努力 都是效果不佳 聪明的人往往是十年模一剑 靠自己平时的积累 增加人生的厚度 为自己建造一块厚实的垫脚石 幸运之神才会光顾你 一个人成功的时候 总是沾沾自喜 到处炫耀自己 一个人越炫耀什么 越容易失去什么 比方说 你炫耀自己捡到了钻石 贼人就天天惦记着你 你炫耀自己在某个领域赚了钱 别人就加入了这个领域 和你竞争 导致你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你炫耀自己的孩子有出息 结果就被坏人盯上了你的孩子 你暴露了孩子的生活轨迹 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喜 做人非常低调 失败了不气馁 成功了不欣喜 有大作为的人 总是会看淡自己的成绩 就像一朵野菊花一样 不在乎有没有人欣赏 低调做人 淡薄从容 事实上 一个人的成绩再大 并不是一个人的 而是大家的功劳 比方说 一个科学家 研究什么东西成功 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之上 更进一步 是站在去人的肩膀上 一个人的舞者 不管多成功 都是借限了别人的方法和技巧 既然功劳是大家的 你又有什么好炫耀 很多人过得不好 不是缺一少时 而是智慧不够 以上几句话 希望你也可以无透 让自己的人生越走越顺 即便是逆境 也能扭转乾坤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你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